春节说春 过年化年 平安365 给您拜年了 祝您天天好心情 年年笑开言 这个春节我们邀请十位 备受大家喜爱的青年孝心 一起热热闹闹过大年 从除夕到正月十一 我们在笑声中跟您一起 共化中国人的2018年 新年快乐 过年好 各位好 各位好 平安365 给您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今天又会有每个相声演员 来我们平安365做客 他们又会带来什么宝贝 这宝贝的背后 又会勾起您什么样的回忆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 青年相声演员刘昭 孙超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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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好 哥 这怎么手里 这是什么 哥 您跟你不知道 鞋盒子 这是 大哥大呀 当年要是有这么一大哥大 家里公文包戴着墨镜 站在北京王夕友街头 您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绝对的 喂 刘昭啊 是刘昭吧 是 把我那旅车赶过来 您多点吧 您多余 您打一折 还改一旅车 不是 您怎么还有这个呢 这个传家宝 这是第一个移动电话 这个 您都不知道 这电话正式的名称叫什么 这大哥大吗 不对 这叫模拟网络的移动电话 对 你听说什么叫模拟网络吗 我没有 我家有无线网 你是问模拟网了 谁知道 模拟网啊 就是 有那么几位 但是这个号啊 有一阵是经常被倒号 被模拟 就是我一下 所有人都用我的一个号交钱 大家都会买这手机 其实不光是这手机贵 您回忆一下 这手机一两万块钱 买得起 你都用不起 哪有什么用不起 现在我跟你说 我好几百电话费 我都觉得喜欢 好几百电话费 好几百电话费 对 当年这个模拟网很不好弄 而且还有挡络排队 对 它没有那么多 还得收1500到2000块钱的入网费 对 就两万多买一手机 再花2000多买一张卡 那卡特别大 从后面插进去 对 这叫入网费 入网费 然后我给你打电话吧 最少得五毛钱一分钟 人要是给我打进来的 也得五毛钱一分钟 双向收费 这我要是给外地打一电话 或者我离开北京了 到外地打一电话 那好家伙 就跟那出租车那表 对 万游是不是叫 对 还别万一地打电话 当时有这个的时候 还有远交通话费的 就是你给顺义平衡打 还担家钱的 但是说这话的时候 可能离现在真不远 是啊 92年93年前后 你要说不远也十二十多年 二十年 你看这二十年 二十年前别说大哥大电话了 家里装个电话机 都是很不容易的 奢侈 那时候可不好抓 自己家里有电话 这我知道 我爸爸原来就装电话的 最开始我爸爸就装电话 装这坐机 他过去 早点装坏了 装坏了干嘛 就过去就这电话 装电话都得拖人 拖人商量 不能说直接到那 那不成 一说到这个话题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大姨大妈们 一下子就勾起了自己的回忆 没错 您肯定这会跟旁边老伴说 可不是吗 当年咱们家为了装这电话 没吵吵架 没吵吵架 是 电话费不一样 找人 找人 有一个相声作品 就是表现这打电话 是马记先生 对 马记老师 马记老师 说当时的这个 有些人不注重功德 用这个公用电话打电话 占用的时间很长 他那个外 我就啰嗦 外 你是一局2345吗 你是四局5678吗 我是一局2345 电报报号220 现在手机已经离不开了 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手机依赖症 没错 一分钟不看手机抓耳挠塞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手机已经不光是通话了 咱说说手机能干多少事 手机现在多了两个功能或者叫属性 一个是娱乐属性 一个是社交属性 对 这原来不具备 其实我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想起这些 就是自己的青春走过 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国家富强了 没错 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富足 越来越美好了 对 从过去的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到今天我们拿起电话 可以跟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 来进行沟通 对 爱情 亲情 温暖 快乐就伴随在我们身边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通讯的发展 手机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 它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沟通的方式 对对 而且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没错 甚至有时候它会带来一些甜蜜的烦恼 有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烦恼 比如打电话 喂 您需要贷款吗 对对对 甚至于有什么电信诈骗 没错 江坤先生当年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 坐机电话时代的这种骚扰 我们这里是林宫馆 我就是想早自论发 够执着的 有一对很年轻的北京的相声演员 金飞晨熙 那我们好朋友啊 金飞晨熙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作品 叫做《周日综合征》 这个周日综合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毛病 又是怎样的甜蜜的烦恼呢 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星期一跟大伙在这个民族宫大剧院我们欢祭一堂 是不是 多好啊 我认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观众 是咱们全中国最幸福的人 这话从何说起来 你看星期一 这个工作的头一天 是吧 大伙还能来到这儿 咱们听下来看小品 大伙哈哈一笑上这放松多好啊 那是 你说让现场除了现场以外 所有的还在工作 还在加班 还在路上堵着的朋友 请贺一看 你别人说话真气人的你 不是气人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您研究了 让您说对一个上班族来说 最烦的一天是哪天 那就是您说这星期一 你看星期一不烦 不是 星期都工作了 把这精力全部投入进去了 最烦的就是星期天晚上 是啊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这就叫周日版综合征服 是吗 还是吗 你们家就这样啊 我怎么没发现呢 我给大伙接着 接着陈希老师家 他们的情况啊 哦好 他们家一到了星期天晚上 只要吃完晚饭 是 你再看他们家里的气氛呢 怎么样 就跟上坟一样的沉重 烦 谁烦 头一个就是你媳妇 我媳妇 你行不一想 第二天早起油理早起起来上班啊 当时就无精打采 垂头丧气的 哎呦 也不是这么沮丧 烦 哦 知道为什么烦呢 为什么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在家里 干嘛 我媳妇是个大肉虫子 床上逮不住 这腻没 这周末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怎么过去了 又没充电又没学习 你就说没学习 你知道对我们这些职业女性 我们压力多大吗 是啊 有机会你上我们的写字楼里边看看去 你知道我们职业女性都什么样吗 写字楼里边职业女性都什么样 光腿穿风衣 白头加手机 左手星巴克 右手摁电梯 可有饭了 这什么饭 你给我回来 陈总 老没见着您了 您吃了吗 我还没吃呢 还没吃呢 饿着吧 饿着吧 你跟你们老总这么说话 什么老总啊 我们那个商场看大门那姓陈 叫陈总 谁给气的名这是 再说你过来 你见着人家不管是老板还是员工 你不能不让人吃饭 我这是为他好 你让大伙说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 是不是又高血压又高血脂的 又糖尿病的 再说那歌里头都唱了 你没听见吗 唱什么了 白白甜甜甜 珍珠奶茶方便面 火锅米饭大块鸡 拿走拿走别客气 人上我的卡路里 现在我想踹死你 我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卡路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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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都怪你 怎么着 又我齐吃 一齐吃我又烦了 不是齐吃你烦什么 这周我又没减肥 哦就又胖了 又胖了 你自己干脆秤 你干脆秤 秤什么呢 我都多少斤了 多少斤了 我娶一大象啊 五百多斤 讨厌看法了 一百三十五斤 你看你看我都胖了什么样了 我都我都 就我媳妇那种状态 我都想丧 怎么说话呢这是 一百三十五斤不算胖 谁说不胖呢 你女孩一百三十五多胖啊 不胖 我告诉你都怪你 一天到晚就胡吃海菜 你带着我吃去 天天晚上弄点宵夜 点了个外卖 给我吃成这样 我跟你说 你就一点毅力都没有 我没毅力 这点都不如你妈 你知道吗 我们老太太 我跟你说咱妈可我毅力了 哦是吗 你不知道是吗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最近发一件事 老太太 每天周一到周五 天天晚上你知道吗 跟隔壁那王大爷 俩人跳广场舞去 王大爷 俩人跳 有点意思 我瞧两位 有点意思 我妈跟王大爷 怎么个意思 虽美不过夕阳 我用你祝福我了 我用你祝福嘛 人俩跳得不错 挺好的 显着我妈还有意义 那当然了 就你媳妇 就是晚上这么烦 我跟你说 没你学的那么夸张 她就是觉得 什么都没干 什么没干烦 对 她是什么都没干 你可不嫌的 我干什么了 我跟大叔 陈信老师这个周末 非常的丰富 是吗 你知道吧 我就不理解 天天晚上中午 我们在小区场 有时候演完猪 不回家 干嘛去 去那地儿 真的 怎么了 说出来 坐去 知道吧 坐去 坐 夜店 去没去 年轻人都去吗 哎呦 我都不理解 别的年轻人去 再说你的岁数 你还是年轻人吗 再说你一搞传统艺术 你一向着演员 你穿一大褂 你上夜店 你说这你正 咱俩谁又病啊 怎么呢 我穿着大褂 进夜店 蹦迪去 那关了灯 不就剩架石吗 在里头 我这么着 就是玩 你去不去 我去 周六晚上 天天周六晚上 去蹦迪去 知道吧 到那个夜店里边 包卡座开洋酒 跟着一块嗨 有时候嗨了 还站桌子上 跟着一块 I body 动气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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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龙塔塔 零龙那么零龙塔塔 一层 哎 张高桌 哼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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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那么静悦呀 啊 我上低清理练功去了 我在里边 我唱快板 我在里头 到了今儿的十三层了 别十三层了 不 这是周六晚上啊 你到了星期天晚上 你再看看他 我怎么样 那脑袋大了的 比他吉日还要命呢 什么样 嘿 哎呦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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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一个比一个厉害 知道为什么烦吗 为什么 周一早起 咱们嘻哈包部 得开例会 对不对 对 我跟大伙说啊 我跟你说 一期例会我就烦 烦 烦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的晚上 陈姨老师在家 九点钟 准时坐在沙发上运气 我还准时准点 往这沙发上一倚啊 就这样 我这还瘫上了 干嘛 我是狗啊 我护食呢 你开什么会 叫唤出来了 你开什么会 大周一开什么会 有什么可说的 再说哪天开会不成啊 非得礼拜一开 那可不呢 那礼拜一早起多堵车呀 是堵车 多堵车呀 再者说那礼拜一 北京现了哈不知道吗 哦 礼拜一你现哈 我没车 我现什么哈 没车 你这么横的嘛 不得坐公交车吗 是得坐 公交车躲几呀 那天我追你公交车给我气 给我跳 是吗 我看那个车马上就开了 我赶紧追呀 我说师父 等等我 等等我 司机说什么 八戒 等下一趟吧 嗨 我当了猪不戒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太气人了 多可气 气人 你开会多烦人 是不是 你烦不烦这事 确实是烦 你星期天晚上也烦 不是 那你说我们两口子都烦吗 都烦呢 我们俩都烦 但是最烦的不是你们两口子 我们家还有谁烦 你不是 我儿子当这么高 他烦什么 你们现场有好多小朋友 是吧 一到星期天晚上 你跟他说今天晚上早点睡呀 没到你去上学去了 当时就烦 是吗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 你儿子的脑袋大了的 比你俩最都厉害 是吗 行了 孩子不至于 别老学这个了 行不行 不是 他因为什么烦呢 第二天上学早起呀 我跟你学去 你别学了 我发现了通过你这么一学 我们一家子都好不了 知道吗 那怎么意思 咱俩人一块儿学 咱俩怎么学 分分角色 怎么分角色 比咱俩表演上 大伙看的直观一点吧 怎么表演 正着吧 从现在开始你扮演我儿子 不是那你呢 我扮演我儿子的同学 不是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 这都是 不是 这里面 不是你一眼你儿子 我一眼你儿子的同学 这里面没有超便宜的成分 那怎么意思 因为你提出来的 你肯定了解孩子 你学得像 我把那个难受的心情给表演 表演出来 行 行 那咱开始把这个星期天晚上两个小朋友见面 无精打采 垂头丧气这个状态给表演 好 咱们来吧 准备啊 一二三走 嘿 你混 什么意思 哎呀 不是 我同学是一独角兽 我说怎么着 我说我在这边待着有危险的 大哥你捧根捧了十多年前面有桌子 你心里没数吗 下回捧根不能用桌子了 我跟您说吧 我说咱不能别叫垂头丧气行不行 怎么着 孩子吗 让大伙一看天真一点 你活泼一点吗 怎么天真呢 你不是孩子一般出来都是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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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孩子是个傻子是吗 你孩子 不是 咱就学点天真活泼一点 别太夸张了 行行行 活泼一点 来吧 来吧 这不是我们班的同学卡不里控不里控控控吗 是 believe habe 我怎么这么空啊 不是我这名字我自己都记不住啊 嘿嘿嘿嘿嘿 这不是陈希的儿子吗 ах y 师傅 师傅 行了 还美呢 干什么 明星一得上学了 不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啊 是不是 你作业写完了吗 你就美 没写呢 我也没写完呢 我跟你说这个周末 我都没公主写作业 为什么呀 我妈可讨厌了你知道吗 你妈怎么了 给我抱了一堆的补习班 是吗 周末我上课我都上不过来 哎呦 弄得我那个书包越来越沉 现在我那个书包的五百三十一斤了 你背着你妈上学来着 最可惜就是我爸 天天逼着我 让我跟他一块儿学相声 哎呀 到了星期六的晚上 还让我跟他一块儿练呢 练什么呀 练龙塔塔玲龙 练龙到他第一层 你高中四条腿 那个同学 你爸带你蹦过爹的事啊 我跟你说 我一想明天上学我就烦你 烦什么呀 特别的烦 你爸爸也不给你复一功课吗 他没法给我复一功课 为什么呀 那天我有个数学题 我不会我问说 我说爸爸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作业 这怎么算呢 我爸爸说他那个数学题 最多也就能算到十三乘以四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玲龙塔就到十三层 哈哈哈哈 你爸爸别是个大傻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我爸爸就是个大傻子 别演了 别演了 我就纳闷了 我我媳妇我们家儿子怎么都这么烦 也不能这么说 嗯 除了你们仨你们家还真有不烦呢 谁啊 你妈就不烦呢 我妈 我就不烦 哎呀知道吗 我就不烦 我就盼着星期一呢 你知道吗 是吗 星期一早起也有他们三口子 该上班的上班 该上学的上学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你说多美啊 您干嘛呀 走老王 跳广场五千 别跳了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金飞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陈希 酒逢知己千杯少 切记喝酒莫开车 春节期间呢 希望大家适度饮酒 千万不要滩杯 更不要酒后驾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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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